大概一般選舉來講就是兩個方面 一個是文宣 一個是組織 組織方面就很清楚 台灣民眾黨是完全靠公民運動 我們沒有在每個地方有什麼完整的組織 所以在組織方面我們是絕對的弱勢 雖然昨天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來了很多人 但是那個純粹 畢竟政治還是有它世俗的一面 純粹只靠公民運動 還是畢竟比不上那個不管是經營40年的黨或100年的黨 它也是有一個動員系統 所以這個組織方面我們就輸掉很多 另外在文宣方面 這也是證明說在現階段 純粹只靠自媒體還無法在傳統媒體完全被打壓的狀態下 可以取得優勢 當然這些缺點都 我倒覺得這樣 一個成立了4年的政黨 在資源不夠力量不夠 這場落敗我覺得也不是意外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打這個這樣 輸就輸了 那我們就一樣先檢討 我們一樣都寫檢討報告 然後 就 還是很多事情要馬上要處理的 因為很快2月1號立法院要開議了 所以 新救委員的交接 還有一些我們過去 我覺得我們過去有做不好的地方 再新的會期 我們還是要再利用這半個月時間趕快把它修正 所以那個找戰犯的事 我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很嚴肅的講一句話 那些在指責別人的 先問他自己他幫忙的多少 好就這樣 台視數強 主席一樣有兩個問題請教 你剛剛在台上說希望4年後 所有人可以在票投柯文哲 是正式宣示你4年後會再度參選總統嗎 以及現在賴清德確定延續民進黨執政 那你有沒有話要對新的賴清德說 這樣啦 那來民進黨這一次執政 畢竟他還是得票率只有40%的 所以是很清楚有60%是反對民進黨繼續執政 他一定有做不好的地方 那只是說今天只是因為台灣政局的關係 讓他得以繼續執政 但這並不表示說民進黨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過去批評的那些問題 一樣還是存在 至於說一樣 我們不會一開始就看衰人家 我們是希望台灣好 所以他上任以後看他怎麼趕快去 也看他自己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不管4年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大概每1年 每2年就一次選舉 一次地方一次中央 每一次都是一個檢驗 這也是民主政治可貴的地方 定期檢驗 所以做不好就會 也會被人民換掉 中天秉鴻 就是這樣 短期 不然是這樣 現在也不能說 你這樣問我說4年後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不過至少在現階段 我們自己這個 也要記取這次失敗的經驗 我們真的還是力量太薄弱 這個還是 我們還有 還是需要點時間來做準備 謝謝 三立 喂喂喂 因為看一下這一次的票數分佈 在你曾經執政過的台北市 你是輸了賴跟喉 大概是20萬票 那相較之下賴跟喉在自己曾經執政過的縣市 這個輸的幅度都沒有這麼多 你自己怎麼評估這個原因 選舉還是一個 這個就是 數字就是數字 我們就尊重這個數字 一定是哪個地方大家不滿意 但是這樣 檢討報告你知道 也要 也要 有時候真的要找出原因也需要點時間 不過是這樣 八年當中 我自認為還是很認真做事 成績也應該是 都可以 這個這樣 如果要比那個量化的成績 這個我倒是很有把握 一定是很好 至於說選票 這也明白講 你不要以為你做得好就有選票 你要問我 我覺得台北市長黃大舟做得最好 選也是選得很差 華氏 主席還是要延續剛剛評一姐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林濤剛剛受訪的時候有說過 他說其實很多民眾期待政黨輪替 但是就是因為黃珊珊公布了很多假民調 說只有民眾黨可以挑戰成功賴清德 才會造成這一次沒有辦法政黨輪替成功 你怎麼看 這是一樣 其實這樣 理想的政黨政治 理想的政治應該是每個人去選他最好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台灣一定要脫離這種兩極對抗的選舉 還有一點我也明白講 如果這種總統大選 他的選舉的主軸是 被拉回那種統獨意識形態 我現在就可以直接告訴你 一定是綠的贏 所以坦白講 如果有拉出一個 當然這個選舉的主軸不是被拉回這種 意識形態鬥爭的時候 反而才有機會贏 那一樣 選舉完輸了 大家都開始找戰犯 但是這個地方很誠懇的跟大家講 最不要去怪誰做不好 所有的人都是柯文哲選的 柯文哲自己要承擔最大責任 中天秉鴻 中天提問 因為現在應該是三黨都不過半的情況 那未來在國會上民眾黨團這邊 會和國民黨繼續來談合作 會有合作嗎 或者是跟民進黨這邊 那另外未來會支持韓國瑜選立法院長嗎 態度是如何 這件事情是這樣 這就是為什麼說我們未來17天你知道 整個台灣民眾黨是這樣 既然我們 立法院的黨團 我們中央黨部還存在 我們也有八名的 新任的這種 部分區立委 很多事情 也是要討論 但是有一點是確認的 台灣民眾黨在過去四年當中 在立法院你看看 我們四年當中從來沒有假期動員過 這也是一個奇蹟 這表示說在絕大多數的狀態下 透過一個討論 大家都可以找到共識 常常會講說這個政治 然後就在 真實的生活當中 有那種兩難的局面 但是我跟大家講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如果大家真的是按照我們的 政治價值你知道 不要為了短期利益犧牲長期利益 不要為了政黨利益犧牲國家利益 不要為了少數的利益犧牲多數的利益 政治價值的時候 其實在每一個議題 對錯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要這個地方直接跟大家講 在未來時間 既然台灣民眾黨要扮演一個 關鍵少數 他就不會固定說要跟誰合作 要不然的話你怎麼 我是很不喜歡那種 在立法院投票 還有那個黨邊 拿那個圈跟叉的牌子 那些在投票 根本搞不清楚那一題是什麼東西 台灣民眾黨不會這樣幹 所以我們按照議題 講的有道理我們都會支持 講的沒有道理 那為什麼我要支持大家 最後兩題 東森韋彭 一樣 這個我就這樣 私人交情是一回事 但是 一樣 這個黨內的公 所以人家說民眾黨是一人政黨 我在覺得奇怪 我們什麼事情都具體決策 怎麼會有一人政黨 這種東西就是 這是未來幾天我們要開會來解決的問題 問題 之前您有宣戰過這個媒體的民調 說選後看誰沒有穿褲子 但是今天的結果 似乎跟那個媒體民調有點類似 您怎麼看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想問說 未來在國會的部分 是有可能跟藍版來合作 或是綠版來合作嗎 剛才講過 就是說看你是什麼議題 只要是對台灣人民是好的 我們就會做 你講的 一看怪怪的誰理你 至於那個民調 各位媒體朋友 誰有空今天晚上回去做個整理一個表 來看看我們到底我們台灣的這種 這種民調到底準不準 我也沒有時間去做表 請大家去做個表來算算看 主席 主席你剛剛有說到說 你要為敗選負起最大的責任 那你會請辭黨主席一事負責嗎 就是這樣 在現階段 你知道 我現在一辭掉這個黨就四分五裂 所以在這個階段 包括我們要開檢討報告 還有這個 新的立法院要怎麼處理 暫時我還是需要 工作一陣子 不過這樣 也不見得說 如果可以 我也在 是這樣 政治上永遠要開始培養接班人 所以我們要開始很認真的開始培養接班人 一般來講 也不用刻意去辭 因為我們到 有固定改選的時間 再來處理 轉雲 成功